穿着黑衣的男子 从白色轿车下来之后 一路沿着人行道离开 看似平常 不过其实就在十分钟前 他才冲撞远警逃逸 甚至还引发枪响 轿车加速倒车 开上人行道 撞倒公车站牌之后 就狂踩油门冲撞侦察车 警方当场连开十一枪喝止 不过嫌犯仍然趁机落跑 台北市北投警方 7号凌晨南下台中 围捕28岁王姓掉头 凌晨12点13分 在西屯区朝复路发动围捕 结果嫌犯却趁夕逃脱 一路沿着河南路三段 及市政路往台74线逃逸 最后把车弃聚在五泉西路 一处回收场前 接着在徒步离开 过程中还与台中警方擦肩而过 北投分局立刻抱请台中地检 指挥侦办 走算在23小时之后 将嫌犯逮捕归案 拿到居票以后 就去王姓犯嫌 他相关的住居所 可能藏令的地点去查契 犯嫌 感受到压力以后 就跟台中市警方 说约定他愿意出来投案 王姓嫌犯拒捕逃逸 过程中还拨击一辆计程车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警方也从嫌犯的作案车辆上 搜出毒品咖啡包 以及安非他命 立刻将人带回调查 或许也将扩大追气 要将整个贩毒集团一网打尽 谢谢观众朋友 沈明洋浪报道 沈明洋浪报道